终于D4DJ一顺势走到了一个段落了 嘿呦大家好我是吉尚鱼 又到了我们讲11月份的时间了 动画D4DJ FASTERMAX 目前已经完结了 那今天就来到这部动画吧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们 请拜托按下订阅的钮 并开启小铃铛 也会取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还没看过动画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去阿牛丸的官方频道 观看之后再回来讨论 叫尼斯拉夫汗孟加拉 布丹文莱 柬埔寨 香港 印尼 印度 辽国 澳门 马来西亚 马拉第福 蒙古 缅甸 伊波尔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台湾 泰国 越南 等多个国家的观众 都可以观看哦 那叫3 2 1 Check out 通过开篇讲述了 从非洲各国少女 Aimoto Link 在悟大悟壮情况下 跟Akishima侯相遇 开始结束提出火动 最后大陆诗人伴的 BONARUTO MUNI 以及内卧伟大的钢琴手 TOKES LAY 四人组是HAPPY RANDO 那最后一集出就是 悟然的刻画角色以及其他团的主场 同时悟然推主线 然后最后就是进入主线最后的比赛环节 那虽然这部动画的主线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登上Sunset的stage 但这部动画的重点就是在看角色的互动 看助教们的成长与改变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主要DJ团之后三团的缘故 几乎每位主角角色的个性 都刻画得很鲜明 当然这次重点的刻画就是在HAPPY RANDO四人 毕竟他们主角嘛 定库的个性是天然代价活泼 有绝对应感 这个行动派 在开心时会看得出HAPPY RANDO 然后升级时会抱拟宝石 并然珍惜贝壳 会把贝壳送为好友 MAHO的话就是可以看出他对DJ的热忱 那动画中时常看到MAHO因为编曲再有业 然后慕尼性格就是傲娇 只要在网上自首 在第五话因为想要背夸 慕尼讲伊娜 而不是 BJ 伊娜 于是当时还不是HAPPY RANDO的DJ MASH WITH LINK WITH SPEECH ONLY PLUS DOCKYS LAY 叫做一首GIVING AUTHEM 然后被关注的就是LAY 不过目的讲的绘画技术是一句棒啦 HAPPY RANDO的一群的海报 结果都是慕尼化的 在LAY的话就是有学过很多东西的大小姐 同时 一展现初没有经过市面里面 像解谋也可以用的大小姐 在第二话HAPPY RANDO全员 因为是在做咖喱 但是LAY去超市参业时 卖一层顶级肉跟上等咖喱 可不是有以前人 然后他们就做了日式满一层顶肉 HAPPY RANDO的歌曲风格 雖然前期都是非常欢快的一种 在第九话 LAY听到LAY在自弹自唱后 决定用LAY那首歌 那一开始LAY是不确定能不能唱 因为这跟以往HAPPY RANDO的风格不同 但LAY说一句 我和MAHO MUNI 还有LAY 虽然就是HAPPY RANDO 所以 LAY风格的歌曲 怎么可能不是HAPPY RANDO的风格呢 要在第十的话 派上是RAP LAY跟MUNI用RAP和好那一段 未经常说MUNI 神奇的原因 HAPPY RANDO的MUNI 当时一直没有回信 是因为害怕孤单 忘记我挡战出来 最后在SUNSET都是这一集 HAPPY RANDO 也是上RAP OK那接下来来讲一下其他团吧 PIKIKIKI的定位应该是前辈兼劲敌 并且 在第一话就卡在LAY 不过动画中PIKIKI的中间就是 比较放在QQ跟XRB上面 YOKA跟ESOLA 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啦 但是观众还是可以记住 YOKA的腹肌 以及ESOLA的可爱 二次的一题是MUNI P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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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跟HAPPY RANDO都是一年级 但是不管是QQ跟DINK的互动 还是情动部跟Mahod的互动 都像是学姐跟学妹的互动 而至于POTOMATEN 则是在后期才登场 并且有编语 基本上都是经纪公司一手老板的 虽然他们有经过专业训练 有非常有才华 但却没有并且经验 在跟HAPPY RANDO的对决输了之后 开始想尝试不同色彩 不同风格的歌曲 但可能是因为在后期才登场 都有一些角色气氛不足 所以就稍微有点可惜了 我再尊重回那个亚背的女人 又出来就是了 另外结局部分 我个人也觉得处理不错啦 再尊重回HAPPY RANDO 在第一场就对撞于P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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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因为实力差距 在第一场就输了 虽然很不舍 但是HAPPY RANDO 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然后最后就是喜闻乐见的 打合唱环节 画面应该是行街手游 Groovy Mix 动画制度的部分 这次跟Boundary23G一样 都常来2D混3D的作画 但不论是这部路人角 部分也是要用3D 虽然有时候这些路人角 就是不会动的背景 但是还是可以看出 50道动画 但进步中 至于每集的新歌LIFE 这动画效果 弄舞步 还有运镜 这次塞够的嘞 这次整不住想打扣呢 而且几乎每集动画 都要出一样首新歌 所以所有的部分 就会每周更新一样首预传曲 那最后来讲一下彩蛋部分吧 专动画中只出现 Happy Land Bikki Bikki Photomaten的圣团 但领舞曲 Mamid 4 和Lirikaru Liri 这次也有以彩蛋方式的客串 融合在背景里的领舞曲 跟Lirikaru Liri 以及最终会 登场的那个大树敌醉团 分别是 店长阿姆罗 咳咳咳 店长 Kofune Ryujin Mizu Hashi-ku Kaibara Haruki 以及 Inuyose Tennojo AKA Shinobu的爷爷 那圣团部分分别是 顾骨车 戴狗 吉天上级 以及 竹中之人 戴狗跟吉天就不用说了 这两位是多次跟武士道合作 那顾骨车跟竹中之人 就是那个大惊喜了 我当初在看发费会时真的超兴奋的 阿姆罗和仙人啊 那除了跟武士道多次合作的圣团 以及一些仙人的圣团之外 这部动画还找来了水素奶奶 会参数角色 阿曼诺埃莹 可见你的这个企划的 圣团队软色多强大呢 OK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按个赞 并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是杰胜鱼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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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